下楼就是公园的生活 你的DNA动了吗 在恩阳究竟有多少座公园呢 答案是五座 十年的时间 恩阳完成了城市与公园的完美融合 登科公园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 五子登科的故事深入人心 亭台楼阁 宣泄圆池 星罗旗步 绚烂的登科楼和五彩音乐喷泉 会在晚间点亮恩阳夜空 正在大梁山城市公园的顶端 眺望未来时 过去也可浮于眼前 十年前 大梁山还只是大梁山 但在今天 它是运动健身的绝佳去处 草木相伴 鲜羊环绕 从山脚登至山顶 就可以看见恩阳地标之一 未来之眼 把恩阳的繁华掠影 和葱玉绿野 尽收眼底 户外的有趣就是 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什么样的太阳和什么样的风 龙舟公园 龙舟公园水声缠缠 绿道弯缘 河道不再被压缩挤占 而是还大家一个冰水空间 有龙舟赛事激荡起来的热烈 也有漫步水边沉淀下来的宁静 在这里出手可及的闲事 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时间和自由 码头公园 极休闲娱乐于一体 曾经平平无奇的土地 早已摇山变为音乐唱响地 正在打造的火锅文化城 又为恩阳好去处 新天异地 这个正在施工的项目 是米昌文化主题公园 它是一个综合性配套公园 有遗址公园 交流中心 主题酒店 文旅配套等部分 建成后将是恩阳的 右翼必打卡地点 一定值得我们满满的期待 公园是城市人的心知归处 十年时间在生态的维度里 实现了热闹与静谧两全 推窗可见绿 开门即入园 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 记得住恩阳